CDRM系列 大家好 我是CDRM系列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我這個簡訊的應用程式裡面 它的這個對話的泡泡不太一樣 這顏色不太一樣 它上面這個字的顏色也不太一樣 那我今天要跟你們介紹一個CDR чего-sage customizer 這個CDR就是可以看到 剛剛我把這個顏色改的不太一樣 所以第一個東西這個選項就是sms bubble 就是可以讓你改你簡訊的顏色 這就是你傳出去的這個顏色 所以原本它原本是綠色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紅色、黃色、橘色、粉紅色都可以 這裡有非常多顏色可以給你選 但我也是這個Apple Touch它沒有支援這個SMS 所以我現在就示範iMessage給你們看 我現在目前是改綠色的 我可以把它改成紅色 那我們現在就到這個Message裡面 它現在還是綠色的 它要重新傳一個新的訊息 它才會更改進這個顏色 你看看它下去變成紅色的 然後這個紫色呢你也可以去這裡改 這個紫色在這個地方 第三個選項就是別人傳給你這個訊息的顏色 它原本應該是這個灰色吧 我記得應該是灰色 你可以把我現在目前把它改成紫色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粉紅色或者是橘色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再回來 你也要重新傳一個新的訊息 對方的訊息才會改這個顏色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目前上面這些紫 它的顏色變成黑色的 它原本應該是藍色 這個顏色也可以更改 我們現在到這個地方 這裡有個App Tint 你只要點進去 我目前選擇是黑色 那如果要把它改成黃色 或者是紅色 綠色 任何顏色你想要都可以 我現在先把它改成紅色 但是如果你要 你要套上這個顏色的話 你要先把這個應用程式 關起來 然後再重新打開 所以我們下去先把它關起來 然後再重新打開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這個東西 就變成這個紅色的 那就差不多這樣子 這個應用程式的功能 除了這些以外 它還可以有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 假如你要把這個打開 第二個選項 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它就會顯示你這個 這個通知聯絡人的這個圖片 那如果你想要下載 Message Customizer的話 你可以去 CMMAI軟體去下載 這是個免費的CMMAI軟體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是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再次用信念錯誤 我們才知道 那你把握進去 CMMAI系 我的Facebook 首先想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